院長好 委員你好 是 因為最近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疫情 那我本身是護理人員 所以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的安全跟權利跟福利呢 都是本期關心的 那請看我的PowerPoint第一站 那個院長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昨天我在委員會裡頭問到 目前的醫護人員大概有四五十位被隔離 那我想要知道的就是 如果院方產生了一個院內感染的時候 關病房的一些SOP 或者是說如果院內大量感染的時候 整個醫院關封院的一個SOP 院長的想法是什麼 你是說醫院還是行政院 病房 醫院 醫院的病房 如果有大量的院內感染的時候 然後關閉病房的一個SOP 我請 部長好 好 委員好 大概分做兩個 只有在院內裡面各個病房的清空 不同病房我們現在都分艙 那如果一個病房有相關的 內部的一個感染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清空移到別的病房 如果一個病房沒有辦法完全都來擔負起 我們就當然是往院外來移 但基本上走上封院的路是很小的 很小的 OK 好 那我接下來問你就是 昨天在那個紓困的經費裡頭 那個衛福部有編列了一些衛教 甚至裡頭有開研討會的情況 那部長我想你也很清楚 那個醫學會常常就是 如果開醫學會的話 不是上百人就是上千人 但是請問一下部長 你也曾經講過就是說 現在千人集會這個時間不宜舉行 可是你的預算裡頭卻編列了這個 比如說衛教開研討會這樣子 那這時候開研討會 會不會違背了你的規定 沒有 當然我們是對疫情相關需要的 如果疫情的緊張參與人多 那也考慮用視訊的心態來做辦理 OK 那部長你對千人集會的這個依據跟法規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這都還是染性的規定 那千人的這樣的一個區隔 是根據WHO的建議 OK 我想問一下勞動部長 昨天那個 因為剛剛如果 部長講到 如果醫院大規模的關掉醫院的時候 那這些護理人員會被放假 還是會被隔離 甚至他們可能要在家裡頭休假 這時候到底是不是五星假 我想大概就另外討論 不過昨天呢 在行政院有通過一個勞動部的 穩定就業因應措施 就就業安定基金裡頭 撥款撥了41.25億 部長好 那其中的安心就業計畫裡頭 將補貼五星假的勞工勞保 投資的薪資差額的五成 那最高可以補助到1萬1千元 那目前規劃是可以零3到6個月 甚至打公主也可以 那最慢3月底 那4月初會上路 請勞動部長說明一下 這部分的一些安定 本來的安心就業基金本來就有了 那現在再擴大到這些放五星假上面去 部長的想法是什麼 我先報告就是說 如果是居家隔離 因為接觸的隔離 這不會是五星假 它一樣是在上海 算在上班的時間內的 那勞動部長對於這個安心就業基金 可以來補貼這些五星假的勞工勞保的 投資的差額的五成 這樣的一個 是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就安基金過去對於減班休息 我還是要講一下是減班休息 減班休息的勞工 我們本來原來是有一支 充電在出發的計畫 那這一次我們 是你的打公主也適用 然後那個 我們安心就業計畫 這個是新推出的 新推出的就是針對 我們 因為我們那個充電在出發是要去上課 職訊 它搭配職訊 但是我們也考慮到 有些勞工可能沒有辦法去上課 包括有些打公主 他其實也因為 會因為這一波疫情受影響 所以我們另外 起了一個安心就業計畫 就是讓 也是一樣減班休息的這些勞工 那他可以就他 因為這個減班休息前後的一個薪資的差額 我們補他五成 那這個目的就是說 讓這些沒有辦法去上課 或者打公主的 尤其我們年輕人 他是實心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疫情影響 這個可能在生計上 會受到有一些需要協助 那我們就是透過安心就業計畫來幫忙他 好 部長 這個議題是大家所關心的 所以可能還是要對外得好好的說明 那好 謝謝部長 謝謝 現在是這樣子 這段時間我想還是黃毅尾先 那衛務部最近也大家都很辛苦了 那我想說等疫情結束之後 院長 我希望你可以給我們承諾 下個會期是不是可以安排一個 COVIDIA-19的一個 武漢疫情的一個檢討專案報告 能不能承諾本席 我們對於整個疫情 現在當然防疫 然後紓困 然後振興 那貴院對於相關 已經有說 三個月要有一個報告 六個月 未來在施政報告中 還要有具體的報告 這我都尊重貴院 也會照這樣來進行 OK 好 謝謝院長 院長我想跟你討論一個專有名詞 院長有沒有聽過公共衛生師 有 那你認不認為公共衛生師是一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我想這個人類社會進步是越來越專業 那公共衛生師這一個 也一直是各界都有在討論有期待 那這個走向專業是社會進步 那怎麼樣子才好 現在還沒有立法完成 對 好 那個大概在醫療健康的體系裡頭 我們把它稱為他是失落的一塊 那我希望那個行政院大概這邊看有沒有這樣的方案 而且歐美大概這幾年都已經是 已經讓他登陸認證了 所以在公共衛生師裡頭 院長你所認知的公共衛生系的學生 他們畢業的工作都是什麼 你知道嗎 基本上還是對於相關公共衛生的調查 不管是環境的衛生 疫病的調 疫病的衛生 健康情況 死病安全 包含了相關的一個衛生的事物 那不過也跟委員報告 公共衛生師大概民國60年 他開始有設立這樣的相關的細鎖 那也得到社會很多的尊重 可是歷年來在立法都沒有成功 那也我在我們在上個任期的時候 唯一的我們把它提到行政院去 那倒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送到立法院來 這個會期我也希望歸院能夠大力的支持 好 這也是我認同我想要推廣的 如果院長認同我國的公共衛生制度 要跟歐美接軌的話 因為其實剛剛部長講了 公共衛生室已經推停了20年了 那他也有他的專業在 那我想知道就是說 推動了20年的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再重複過去失敗的原因 我們想這一次也不會成功 因為他從2000年就開始推了 其實2003年也碰到SARS這樣的疫情 而不是說因為他是碰到了一個新興傳染病 他可能就會過 他可能有他根本的原因的問題存在 所以呢 我本期也很想了解說 過去推動20年來裡頭所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可以借我的這個部分 我來協助這樣的一個推廣 那因為有這樣的專屬 所以他跟其他的行業 漢格就非常的多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專業 那他是一個廣泛性的 所以這次在推法的時候 所以部長你同意讓他專業不專屬 我們讓他專業少專屬 少專屬 我們對專業與尊重 那設立這樣的資格 也讓他知道說社會有這樣的人才 那對他的專業就形成一個保障 那他要跟社會其他的團體競爭 展露他的專業 才能夠在社會裡上做了更大的貢獻 所以基本上推動法裡面 我們把漢格的部分盡量去掉 所以基本上他有唯一排除說 你不是公共衛生師 你不能自稱為公共衛生師 那其他的業務上面 就跟其他的 不管是醫管師也好 各類的行業 做相關業務上的競爭 那增加他的品質 OK好 那院長 目前的紓困預算 應該已經處理到一個段落了 那民眾黨跟民進黨 對公共衛生師 我想都有自己的版本 所以呢 而且都已經送到立法院一讀了 那希望就是行政院 能夠盡快的來處理公共衛生師的這一塊 讓他能夠盡快的專訪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院長 下一個題目 我想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另外一個專有名詞 院長 你的施政報告裡頭 謝謝部長 那個2月份送進來的施政報告裡頭的第43頁有提到 109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都是以鄰居預算的精神來控管他的稅出 那以前的那個林權前院長也曾經以衣櫃理論來形容他對 林際預算的看法 再來就是賴清德前院長 也說他是林際預算的一個信徒 那請院長談談一下你對林際預算的一個定義精神 這個我們在定義上是很清楚也很簡單啦 就是說 編列預算不要多 只有照以前編多少就編多少 一切都可以整個歸零用這樣的來想來算 我請主席長在專業說明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每年都會把那個所謂的 除了那個法定義務支出以外的 或者工件跟那個科技的一個支出以外 其他的我們都會設定一個目標 所以大概縮減多少 縮減了那個大概10% 10%的話 就是說先減10% 然後我控那個10% 讓新增的計畫有容納那個10% 所以總的並沒有減少 就是先減少10% 你要增加的話 就用那個10%來先來這個容納 我想主席長你這樣講 大家都沒有人聽得懂 其實應該是說他每年的預算重新歸零 重新開始 那每個部會應該就是要重新把所有的業務 跟政策計畫重新盤點 評估一遍 那重新再跟行政院來爭取新的一個預算 那 不過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有70%的支出 是法定義務支出 像薪水啦 社會護力支出 那個是根本不能夠重新歸零 我知道 資本們跟警察們的支出 我想那個警察們的支出是不會動的 這個我了解 好那 這個委員 是 那個主席長在預算上的這個專業 是比你專業 我相信他比我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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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他就是會很努力的 每一個部位其實都很努力 光每年為了這個預算出來 跟主席長 真的都常常是臉紅 是暗君英大條 真的 每個都 希望 預算多 每個都很重要 但是 也就是這樣的資源 輕重晚級 怎麼調配 等等 都很重要 所以 不能說 他的預算多 或者少 或者執行 有沒有百分百 來分為優累 倒不一定是這樣 這是很活的 林基預算是一個精神 就是說 每個部會的首長 有沒有去關心他的預算 會不會每年越來越浮重 尤其像我們這個老齡化的社會 長照系統 我相信會是 我們未來幾年 整個政府重大的支出 那有沒有 我想部會首長 有沒有去關心這樣的預算 我想林基預算講的是一個精神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樣 像那個高齡的 長照的 剛才委員首說的 那個大部分都法定義務之 法定義務之出 我們都不會少 謝謝 是 好 所以院長也講不出來 哪個表現最好 哪個不會表現最差 因為部會的性質完全不一樣 不是講不出來 是作為這個代對的人 我不好 去講這個好那個不好 不能這樣 我都好都很好 再鼓勵可以更好 請問一下財政部的表現怎麼樣 這個基本上我們都盡力了 OK 好 有稅計剩餘 其實 這個我特別給委員一個說明 可以參考 好 我們編了預算 然後有預算 稅入 稅出 你看看這幾年來 在蔡總統領導特別要求財政紀律的情形下 我們不但很多的執行都非常的棒 甚至於稅計都剩餘 尤其是這兩年來 稅計剩餘每年甚至於都在千億以上 所以這是很難得的 所以你可以比較 如果再看過去 如果馬政府國民黨執政那八年 那是每年稅計都是赤字 甚至於有一年是高達兩千多億 如果以這樣子來比較 不同的政黨執政的整個區塊比較的話 我這個每一個部長跟主機長 這都是非常優秀 那如果院長這樣子誇讚自己的部下 我覺得是很棒 那可不可以給本席一個十年的 十年過去編列預算 因為你剛剛講到馬政府時代 能不能去比較一下 那我們就是橫跨十年 有那個蔡政府時代的編列預算 跟馬政府時代編列預算 這個臨機預算的一個精神 能夠送一份檢討報告給本席 對我們下個禮拜就會送到委員辦公室 OK好謝謝 然後呢現在這裡有一張那個 就是臨機預算的 預算精神強化的一個精進流程 其實我想要把它點出來的是 我特別框出來的一個地方 他想到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檢討 就是說你的需求可不可以在額度內被容納 那如果不行的話就是要檢討設法增加收入 我想這是財政部的事情 財政部就負責找錢 這個我沒有意見 但是第二個我非常有意見 他說檢討部分的業務就納弄特種基金 應該是去檢討業務有沒有需要 而不是去檢討說 啊我去把這個比這個業務呢 去用特種基金來來致印 這個我這個本席對這件事情是比較有意見 那第三個就是說檢討一定 就是調整一定比例的一個就有經費之一 我想這個是應該要去做的 這樣子 對我們都按照這個方向再做 謝謝 跟委員補充報告 事實上我們去年定的財政紀律法裡面 就規定就是說 如果是那個盡量避免用特種基金的方式來 那本席可不可以要求把這一條花掉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如果要成立一個特種基金的話 你沒有特定財源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說這一條 這個流程的檢討裡頭的第二項 就是你要去找財源應該是財政部去找財源 或是重新去檢討你的業務 有沒有需要去做這樣的經費的檢討 而不是說 我們目前都按照這樣子去做 按照委員的這樣子去做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目前我們國庫的調度 基本上都是這個集中支付 所以基本上他相關的裁員的調度 就是在使用效率上面 也是綜合的一個調度 好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檢討相關的支出 其實要落實政府的一個精實管理的一個精神 好 那剛剛那個院長也特別提到 蔡總統上任後推動了高達8800億的特別預算 請問現在院長 那前瞻計畫的第二期 如果在編列的時候 會不會針對第一期的一個預算去做一個調整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表 因為這是107年的 這是資料來自於國發會 我想執行率都非常的好 高達了92.35% 可是呢 這個中央的前瞻計畫的建設裡頭 撥到地方去的執行率呢 就點半了 只剩下53.4% 甚至衛生福利部的執行率只有11.5% 農業委員會的執行率只有16.19% 還有再來就是環境保護署的執行率只有17.13%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要好好的去落實一下這個 那個年紀預算的一個概念 這個我大概給院長做參考 另外我想請問一下 院長 國土計畫是不是行政院的優先施政方向 我想國土計畫不但我們過去就已經有立法 而且整個國土計畫是應該整個照這樣子的一個大方向來走 可是這是我要到了一個10年的內政部營建署的一個區域 跟都市計畫規劃的歷年預算 這10年來預算越來越縮小 越來越縮水 那今年發生了什麼事 今年就發生了監察院來糾正內政部營建署 沒有好好的督促地方的一個 那個五年的一個五年的通盤檢討的這件事情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是預算夠了 但是是沒有人力還是地方政府不願意配合 我想這個內政部可能就是 如果我們需要 這是類為行政院的優先的預算 那我的施政的重點 我想這個預算上面 我不會說已經要叫你們檢 預算上面是不是應該要給內政部 要一個比較充裕的預算 可以讓他們去好好的督促這個區域的一個通盤檢討 感謝委員的支持 那當然站在內政部的立場 預算能夠多一點當然是很好 我想要講的就是 所以我說先感謝委員您的支持 那人力在現階段在發誓的這個領導之下 包括我們營建署署長下去 他們現在的組裡面是應該是 人力是還可以啦 當然是會稍微緊一點 但是人力是還可以 那現在最主要是要督促地方政府有關國土計畫的要趕快送上來 那因為上一次的地方政府九合一的選舉啊 我們很多縣市政府都換了新的首長 那新的首長在這裡他們有重新的規劃 所以整個時程也因為這樣子慢了 一直沒有送上來 所以是地方政府不願意做而不是經費不夠 其實他們也不是不願意做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想法 譬如說有的說我們的優良農地給我們畫太多啦 我們的工商發展地區給我們畫太少啦 所以在這裡會有一些他們要調整 所以這部分他們因為這樣也在送上來會慢的就是這樣子 那部長我給你的建議 內政部的營建署的預算是要重新檢討 如果該變多一點我想因為國土計畫 事實上還是非常重要的 感謝委員支持我也會極力爭取 應該是對監察院的糾正要嚴肅的對待 而不是要極力去修正國土計畫法 好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的支持謝謝 好那院長我想再討論第三個題目 就是18歲的公民權這件事情 我可以問院長私人的問題嗎 院長你的孫子幾歲了 十歲 十歲 九歲 OK好那你不會不會贊成他如果 十八歲有投票權 我贊成 那我們這一題就直接進入重點了啦 就是我十八歲的公民權 那台灣是全世界唯一二十歲才能投票的 完全自由的民主國家 全世界有七十六個完全民主跟部分民主的國家 只有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土尼西亞二十歲才能夠投票 那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是被歸類為部分自由的國家 那土尼西亞是在茉莉花革命之後才被視為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如果院長你也支持我們能夠十八歲投票這件事情 那再加上呢 院長你知不知道今年是野百合三十週年 知道 好 野百合今年三十週年他們 他們昨天也發布了一個想法 就是青年呢 希望能夠推動十八歲公民權 那這樣來降低參政的門檻 所以院長如果是同意的話 我想大概這一題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一個政治的新陳代謝 我們應該要讓年輕人有更多的投票權 那也讓年輕人來關心一些年輕人關心的議題 比如說居住正義低薪高房價跟高學費的這些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跟氣候變遷以及永續發展的一些問題 我想大概都應該可以讓年輕人來參與 那所以院長就是認同我們調降到十八歲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也是謝謝院長的支持 那民眾黨從去年在選舉公報上面的三大主軸 第一個訴求就是還政於民 就標局的投票權能領可以下降到十八歲 那現在台灣的第二波民主運動 應該要解除對青少年的一些戒嚴 還給年輕人真正的公民權 那讓青年朋友能夠開心的成長 那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那這是我最近我一直在倡議的 那讓院長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民眾黨就是進到立法院之後 我想我們就只能倡議 那順便也在這裡講就是我們是小黨 台灣能有民主自由的制度 那是很多前輩努力而來的 我們常常說台灣的民主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成熟就是說還沒有完全成熟 我們真的就只差那一步了 那台灣的民主就完整的成熟 台灣就真正更大人 那這次呢 我們要用上天空的風險 拿出去選擇這樣一線二法 歐民權下修到十八歲 台灣新時代的民主運動 就是要用更環保 更具行動力 用更健康的方式 來進行我們的民主運動 台灣的民主更加完整 大家最會來幫助台灣更大人 一線二法新年做主 好院長 謝謝你們看完了 因為如果你支持的話 但是呢 其實修憲的程序呢 我想院長比我清楚啦 非常的難 非常的難 那我也希望你 院長是位前輩 能夠去支持我們這個晚輩 能夠在立法院 看他能不能讓他連署成功 至少要先去成立修憲委員會 好 那這個是 希望院長能夠去支持我們的 那再來就是一線二法 我想問一下 因為過去 其實過去二十年來 大概大大小小的選舉 甚至在立法院 過去幾屆 也都有提到修憲的門檻 那現在有 大概提出來的 我去整理了前面幾屆的想法 大概不外乎有這三種方法 一個就是 投票年齡下降到十八歲 那被選舉的年齡 維持在二十三歲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 投票年齡的下降到十八歲 那被選舉年齡呢 就是到二十歲 那第三個就是說 將年齡的限制 從憲法的第一百三十條把它刪除 然後保留給國會來立法 因為也許過幾年 我們的民主更成熟 也許投票年齡又可以再下降去修 那這三種修憲的方式 院長你覺得哪一種比較好 你的想法 謝謝委員提出來這一方面的意見 其實這個委員是借機會做政黨宣傳 剛才你那個影片 沒有這個還是要去倡議 倡議這個修憲這件事 不過這一點我想 其實各政黨應該都已經共識了 因為這個題已經講很久 也是社會最高的共識 其實還有幾點理由可以加進去 第一就是現在的科技發達 所以孩子年輕人接收資訊 比過去的時代快而且方便 而且國際化全球化 所以現在的孩子比當年的孩子 我們以前要乖乖的 從鄉下到都市一步一步讀書 現在的孩子早得很 像你剛才問我孫女幾歲 我的孫女我問她要讀哪一間大學 她說她要讀火星大學 所以孩子已經超過我們想像 所以現在成熟的很快 知識進步很快 所以應該讓孩子早一點 讓他們能夠做決定自己的未來 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未來 這第一點 第二點從公平上來講 我們很多法律限制或者課年輕人責任 例如我們有些刑法上的刑責 不是到20歲才負責的 所以這個對等上 其實對年輕人不公平的 甚至其他方面都有很多 我就不剩媒體不佔用委員的時間 這時候我倒是很認同 那院長多幫我們宣傳一點 因為你講一句話 所以院長這個長輩如果願意在這裡多多支持我們修憲這件事情 我不但支持 而且我認為 如果現在要 雖然說修憲非常難 但我覺得如果是修這一條 我看很容易通過 因為大家都贊成啦 社會共識度也是最高 然後憲法修只是說 修憲要不要只修這一條 有沒有趁要把其他不合理的地方要不要修 這個就恐怕意見會比較多啦 至於其他的法律要不要修那就是貴院的職權 甚至於修憲也是在貴院的職權權責 那我多尊重也多支持 這一條應該早一點給年輕人 讓他們能夠決定這個國家的大小事 讓年輕人能夠早一點讓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未來願景破壞 甚至於公共政策讓年輕人都能參與 這是進步的國家 台灣早已經有這種能力 謝謝院長 真的讓你多講一點 總比我在那一大圈都要好 那最後一題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各種法定的成年的年齡 是不是應該要一致 讓大家的讓那個權利義務可以對等 比如說這個什麼18歲就要互刑事責任 然後什麼就可以那個 16歲女生可以結婚 然後18歲還可以服兵役這樣子 這樣子各種不同的年齡的成年的年齡不一樣 是不是我們是不是一樣要把這個民法 然後把它認為就來定定一定的一個年齡 但是這個要看立法的目的跟法義的保護 以及責任義務 比如你講親俗法上 定婚的年齡結婚的年齡等等都有不同 那像 我讓法務部長來了 他的法律更 那就讓法務部長來講好了 跟委員說明 關於成年的年齡 是不是要降低到18歲 我沒有說一定要降低到18歲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它統一 那我們有充分的在研究 也徵詢各界的意見 跟委員報告 OK 好 謝謝部長 因為我的時間到了 但是最後我還是要謝謝議院長 今天幫我宣傳了一個修憲 但是利用五秒鐘 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小黨的連署都不會過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蔡委員 都出現